加油 鄧加油 剛下計程車 支持者一擁而上 幫高鴻安握手打氣 小小姐有什麼對策嗎 辛苦了 不錯而已 倒數第四次開庭 高鴻安心情很平靜 隨著審判加速進行 15號北院傳喚五名被告外 兼不認罪的前公關主任 王玉文也以證人兼被告的方式出席 另外證人部分 則包含高鴻安前助理蔡維廷 還有他的前國會助理 Z9吳達偉 哪一知道攻擊金制度嗎 先是疑惑再搖頭 吳達偉在庭上 也因為攻擊金制度 被簡便雙方結問 尤其檢察官提到 當年小兔說 高鴻安還欠了他 一筆一萬六千九百一十八元的費用 要他既得來領 對此吳達偉表示 他記不得這筆錢的用途 但陳煥宇應該有轉交給他 檢方接著說 你知道這筆錢 是陳煥宇的加班費嗎 吳達偉當場傻眼 你剛剛聽到陳煥宇 陳煥宇加班費一萬塊給你 你有沒有很緊張 我覺得好可憐 怎麼說 因為我不知道 直呼陳煥宇好可憐 吳達偉全程都說不知情 包含攻擊金制度 也是事後看媒體報導才知道 當初所有從高辦拿到的錢 也都認為是立法院的助理補助款 另外Z9吳達偉 也和王玉文關係匪淺 我應該不會接受訪問 所以大家要拍 就先拍完 然後我就放大家安心的 安全的離開好不好 當初吳達偉居中牽線 讓王玉文到高鴻安身邊當助理 這回檢方也畫上重點 不斷詢問吳達偉當初是否有 經手王玉文的業務或文件 但吳達偉全數否認 兩人關係是否會對案情產生影響 就看檢方如何出招 三線性的荷物九個套一支小組 泰北報導